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夜间的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鸟问题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 关于更多的详情 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520网站提问 将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请注意 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 结果可能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 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好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浙江帮成员前中共司法部长唐一军落马 让中共官场人心惶惶 财新网透露唐一军落马的原因 涉及恒大的文章被删除 更被认为不简单 日经亚洲社论作家钟泽克尔 4月11号发文说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已经影响到中南海核心圈 钟泽克尔认为 习近平拿下唐一军 暗示房地产危机正在加深 而且已蔓延至中共核心圈 开始影响习近平的政治派系 浙江帮成员目前掌握重要职务 包括总理李强 天津市委书记陈明尔 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 最高检察院英勇等 但这种局面可能正在改变 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集中 党内有实权的职位就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 钟泽克尔引述中共内部消息人士指 习近平通过反腐消灭了大部分的党内对手 但他要靠敌人来维持内部的团结 于是习家军爆发内战 因此浙江帮成员现在不能放松警惕 不敢犯最小的错误 生怕让自己在效忠习近平方面 显得不如其他人 而其他人战战兢兢 生怕在内斗中被清除 这可能是财新网文章被删的原因 这篇文章题为 暗器恒大 辽宁 宁波 唐一军 英核被查 文章透露 唐一军担任中共辽宁省省长期间 恒大在辽宁大举投资房地产项目 以至于恒大爆雷后 在沈阳留下很多的烂尾楼 唐一军还协助恒大拿下圣经银行的控股权 并放弃了对圣经银行恒大系股东的监管 导致恒大在圣经银行留下巨额的坏账 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龙表示 财新这篇文章被删除 原因可能是有后遗症 一定是牵连到上面 问题是牵连到谁 现在习近平身边很多都是浙江帮的 蔡奇算福建帮的 这些事情一抖开 可能都会牵涉到上面的人 所以上面的人就及时踩刹车 这个事情就删除了 不过独立时聘人蔡沈昆认为 唐一军虽然是浙江帮 却不属于浙江帮的新军 更像是赵乐际的外围人马 而目前赵乐际派系正被清洗 蔡沈昆说 赵乐际亲信去年一个接一个落马 特别是骆宇林与赵乐际的关系密切 仍尽皆知 现在骆宇林案被扩大为一个系统大案 中共中纪委追查力度空前 大有深究幕后黑手之势 骆宇林专案组在北京中纪委 就已约谈百十人 在青海约谈两百多人 官场大阵人心惶惶 普遍认为这是冲着赵乐际而来 蔡沈昆说 习近平第一任期 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 把江泽民胡锦涛重用的人马 清洗得所剩无几 到习第二任期 赵乐际又把反腐的重心 放在剪出王岐山的党羽身上 第三任期 李希接手中纪委书记后 就毫不留情地清洗赵乐际的人马 真可谓一物降一物 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唐一军案背后的真相 或许始终无法曝光 不过中泽克尔表示 距离中共二十一大还有三年多的时间 更多神秘大人物可能会到台 更多的新闻报道会被消失 与此同时 黑幕后面正展开一系列的政治阉谋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1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美国不必独自应对严峻的全球挑战 东京正在升级军事能力 以支持盟友 安田说 美国并不孤单 这些年来 日本已经发生了变化 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 变成了一个强大坚定的盟友 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升级 安田认为 美国应该继续发挥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 没有美国的支持 乌克兰没办法抵御莫斯科的攻击 中共的军事行动 不仅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 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 都构成了最大战略挑战 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 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12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 郑志希教授王洪仁 安田文雄这次在美国国会演讲 主要是跟共和党的人讲 因为共和党里面很多议员 他们反对美国不断地 应援给乌克兰 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认为要让这些国家 自己有一个防卫能力 美国不应该一直无限制的 或者没有条件的担任 这种好像国际救援 这样一个领导人的角色 对美国来讲 也会是很严重的财政负担 安田文雄想要说服这些人 不要这样想 就是不是只有你美国扮演 好像独立救世主的角色 现在日本也会当不起这个责任 特别是在亚洲印太地区 王洪仁认为 日本很明白自己的责任 日本会跟美国一起 分担在亚洲地区的安全 透过这次的美日安保条约的升级 美国跟日本也谈了70多项 包括军事高科技太空的合作 我相信日本很主动地 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 特别是承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责任 包括在日本的美军 跟日本防卫队的指挥权 能够更及时地反映印太地区的状况 第二个比较重要就是 日本也主动地 要跟美国的军事工业来合作 制造生产军事武器 就是日本向美国保证 会跟美国一起分担 在亚洲地区的安全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费真攀详的参访报道 国际知名评级机构会议 10日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理由是中国公共财政风险增加 中共财政部当天 对会议国际评级的做法予以反对 对此 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表示 中共对会议评级机构的施压没有用 这将影响未来对中国的投资和融资 会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特别是中国从依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 向其他模式的转型过程中 经济前景必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中共财政部10号回应称 很遗憾看到会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前期我们与会议评级团队进行了大量深入沟通 但会议主权信用评级指标体系 没有能真正反映出中国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 对此谢田向希望之声表示 现在中国今年经济劣势实在是掩盖不住了 他们没什么办法来继续帮助中共粉饰了 粉饰不了 你看到中共政府好去跟他们作商 希望他们更改 这个是严重的政府来干预 专业组织的客观的评价 中共很习惯你这样做 所以中国自己的一些 我们说那些评级 指数 所有这些对经济状况 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那些反应 都受到中共政权政治的影响 这个会议能够相当配合中共了 但是中共还是希望施加它的影响力 但是中共越这么施加影响力 让人们知道中共对这个看着 也非常重 现在他也知道 它对经济状况实在是太糟糕 会议表示 2024年 中国的财政赤字 可能扩大到多年来的新高 会议预测 2024年 中国GDP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5.2% 放缓至4.5% 因为房地产持续走弱以及家庭消费低迷 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牵制的作用 中共财政部访驳说 长期以来保持适度的赤字规模 用好宝贵的债务资金 有利于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 最终有利于维护良好的主权信用 中共财政部还称 中国的债务水平是适度和可控的 对此谢田解释 这个评估从稳定变到负面 会对中国国家信用产生怀疑 中国经济就要陷入巨大的麻烦 影响就要在于融资方面 就是外来资本 他就会考虑不再来去中国投资 和不敢在中国扩大投资 用资本投资的角度下 他们对中国经济不看好 因为中国的整个经济风险增加 经济环境恶化的话 那意味着外来的资金 就会离开中国 对股市来说就是腹底抽筋 对那些房市也有冲击 那些房企我们还指望新贷环旧债 来继续融资来缓解现在财务危机 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差劲的话 那没有新的资本进来的话 房企拓产可能也会加剧 所以对中国经济 从金融角色终结是非常大 所以中国特别害怕 其实不惜动用政治手段 去给这些专业团的人施加压力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霄的参谈报道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移旧换新方案 来刺激市场需求 挽救急速衰退的中国经济 专家表示 中共已经前驴技穷 移旧换新是不可长期持续的 是很愚蠢的做法 中共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 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央财政重点支持推动汽车 移旧换新 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 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推进家电等耐用消费品 依旧换新 对此前北京律师 民政加拿大主席赖建平 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目前陷入财政困难 自顾不暇 大规模补贴难以进行 由于需求疲弱 出口减少 整个全球供应链转移 所以很多企业本身日子不好过 能够维持就相当不错了 它不可能去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 无意义的做更新换代 老百姓现在也是生活的很艰难 很难有更多的钱拿出来 更换家电手机等产品 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 对自由亚洲表示 依旧换新的建议 与以前用家电下乡的方法 就经济不同 当时农村实际是 有更换家电的需求和市场 但这次是强迫企业更换设备 因满足市场的假需求 可是造假的需求 不能协助政府拉动经济 企业如果都去更换设备 经济好像表面上又可以好一段时间 问题是 企业若真的去换设备 那就是又欠了一笔银行债 所以用行政命令去推动经济 这一招实际是行不通的 只是找不到任何有用的办法 所以就想着这些很愚蠢的主意 这样的做法显示中共走投无路了 此外 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 首席合规官梁绍华表示 当前大环境下依旧换新难以刺激市场推动经济 中共一世前旅即穷 大家收入下降 对未来的预期也不好 没有动力去以旧换新 大家反而都在拼命地延长产品的使用期 比如汽车 耐用消费平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率团11号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这也是自2019年 中国党会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以来 五年中最高级别的访问团 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 预计中国和朝鲜有可能借此讨论首脑会谈 以及全面恢复双病关系等议题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金向东 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 疫情至今 中朝两国还没有恢复人员往来 经贸合作也没有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这次赵乐际访问朝鲜 双方可能会讨论开通中朝鲜落江大桥 恢复人员往来和旅游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 目前 韩国尹西叶政府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日趋紧密 导致朝鲜半岛局势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赵乐际访朝恰逢韩国议会选举在野党胜利 在这样一个机遇之下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有可能缓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朝是友好的邻邦 今年又是中朝建交75周年 应朝鲜政府邀请 赵乐际将率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的友好访问 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活动 舒尔黎花女子大学教授朴远坤说 在经济上 中国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很重要 俄罗斯能为朝鲜做的事情很有限 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 金正恩一直在推动强化 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以便增强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金正恩去年9月 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访问 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高峰会 金正恩访俄 并与普京举行峰会之后 朝鲜提高了试射各种导弹的频率 技术水平似乎也有重大的进步和突破 朝俄之间的交流日益活跃 西方官员谴责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用于乌克兰战争的炮弹 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等 美国国务院此前表示 如果俄罗斯和朝鲜达成任何新的军火协议 拜登政府将对两国实施制裁 这期的红朝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